大家好 晚安大家 而且我 我不小心戴著隱形眼鏡睡著 然後我剛剛拔掉眼睛槽乾 然後你看現在好紅喔 嗨 剛剛是鼠麥打電話 而且鼠麥好像打了不只一通耶 鼠麥打電話跟我說 你怎麼沒有直播 然後我就 我看一下我手機的鬧鐘 設7點15分 我猜我應該是 7點的時候想說 睡個15分鐘好了 我猜我有點忘記我幾點睡到 我的鬧鐘是設7點15分 謝謝主人的緣分相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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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鼠麥是你們有在哪裡討論嗎 鼠麥是有在你們粉絲群裡面 鼠麥是有在你們粉絲群裡面 謝謝寬寬的小護玫瑰 結果還是9點直播了 看來8點對我的時候還是太早了 鼠麥有鬧鐘狗的 鼠麥有鬧鐘狗的 有啊我有重要考試的時候 我都會叫鼠麥叫我起床 因為我 我怕我睡過頭 鼠麥有加兜粉嗎 應該是沒有 鼠麥不要用兜粉 鼠麥用兜粉的話就太厲害了 太 太 因為一般長輩都是用Facebook 然後鼠麥 現在會用 會用IG 然後 然後 會看 會看 TikTok 如果還會用兜粉的話 有一點太厲害了 沒有關係 不用 不用那麼厲害 沒關係 聽 啊 噓 沒有了 最近拍的沒有吃 呃 現在 明天是萬聖節 一會兒我們來聽 Happy Halloween 這首歌很好聽 我應該有單曲循環 50次吧 很好聽 我們今天 提前提 而且我還買了 其實我買了萬聖節的糖果 想要發給可愛的小朋友 結果我還 明天放颱風假 我去哪裡找小朋友 假日看一下 很可愛 你看有 南瓜的眼珠子 沒有 沒有 幽影 這是要給可愛的小朋友 對 明天突然台風假 在直播間有好多小朋友 你們 你們是小朋友 我自己都沒有吃 我自己都沒有吃 這是要給可愛的小朋友的 你们哪是小朋友 为什么会我都见过你们本人呢 你们哪是小朋友 我们不要再骗了 看起来像五岁的人 哪有哪有 在乱讲哪好像 我所会是真的有最小的 好像是小学六年级的来找我 她说她是跟她爸爸一起来的 她说她看我长大 我看她长大 对她看我长大的 女生有一个美眉 小小只的 她說她小1的時候就看我了 然後她今年已經小6了 那個妹妹的話我可以給她 只是我不知道去哪裡找了 對啊小1看我看到小6也是看蠻久了 大概從一單開始到現在 謝謝小傑的為你心動 從偶像學上學 不是不是 是因為她爸爸有在追TP所以才推薦妹妹的 能看的比你們還久 有吸收她的臉頰肉嗎 不是每個小孩都有臉頰肉好不好 她的爸爸是誰 她爸爸排在她的前面 有叫她來選嗎 搞不好她明年會來學 從41歲看到46歲 41到46感覺好像沒有很久 就是 如果說我是從29歲看到39歲 你就覺得跨了一個年齡層這樣 然後是說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 就覺得哇 都要升國中了 可是講41到46就覺得好像還好 就是還是在40級的range 就覺得好像還好 爸爸比女兒還先看到米娜 沒有通常 通常的女兒都是要跟在爸爸的後面 19看到26就感覺好像很久 我有出道那麼久嗎 我有出道那麼久 19到26有一種 從青少年變成成年人的那個感覺 大家晚安 我睡飽了 我剛剛一直在想說我要不要化妝 因為今天 今天起中考 說沒有化妝 但因為剛剛要直播 所以我就畫了眼這個眼線 跟眼影 不然我眼睛看起來太腫了 可是沒有 沒有夾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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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直播想說要畫一點髒 可是我不小心睡著了 可是我不小心睡著了 然後我 因為我剛剛不小心睡著 所以我還沒有吃晚餐 所以讓我吃一下 明天天氣很好睡 明天是不是放颱風架了 明天已經拿掉了 可是我剛剛不小心帶著睡覺 所以還 有一點紅紅的 我還沒有看新聞 因為 一直在睡覺 我覺得禮拜四的老師都要哭了 這個颱風架放禮拜四 上次颱風架也是放禮拜四 然後國慶放假也是禮拜四 禮拜四已經放了三次 這個老師 而且說真的禮拜四 我還蠻喜歡禮拜四上課的老師 謝謝小千的 戳戳你 我還蠻喜歡禮拜四上課的老師 我禮拜四總共只有兩堂課 然後那個老師上的蠻好的 結果開學到現在 今天 現在是第八 第八週 然後已經放了三次假 老師才上每幾次課 老師才上四次課 我們其實因為總共五週嘛 然後老師有一週是小考 所以總共只上了四週的課 然後就下禮拜就要期中考 然後不知道這課老師要怎麼考 對啊 不知道要怎麼考試說真的 但是老師真的上的蠻好的 然後我先把冬魂撈起來了 但是我想要先喝一點點湯 哇我要不要再拿一個碗 我要再拿一個碗嗎 可是有點懶得起 一個月內三次 真的耶 十月份我都沒有見那個老師 老師頭大我也頭大 而且 禮拜四 我就只有兩堂課 我中午就回家了 然後結果一直放禮拜四 我禮拜一到禮拜三的課最滿 然後每次都放禮拜四 只有兩節課 謝謝華為的中庭玫瑰 而且我好像有看到新聞說這個颱風是 30年來最強的颱風 哇現在魚開始大了 我覺得我再去 我再去拿一個碗好了 我把窗戶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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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雨聲太大了 我剛剛...也不是剛剛 今天回家的時候去超市 想說因為家裡剛好沒有青菜了 就想說去超市買一點青菜 結果加上全部都是空的 真的是太誇張了 每次颱風天都這樣子 大家平常有那麼愛吃青菜嗎 為什麼每次颱風天的時候架上都是空的 最後我就只買了兩包豆芽 因為真的沒有綠色蔬菜了 最後就買了豆芽 然後因為沒有黑豆芽 我就買了一包黃豆芽跟綠豆芽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綠豆芽 但是因為沒得選了嘛 所以還是買了 但是因為沒得選了嘛 所以還是買了 我現在 再裝一點湯 先暖暖味 有一點肚子餓了 今天的湯 我感覺最近下雨菜一直都滿貴的 高麗菜一顆好像都要破百 很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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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吃豆芽跟木耳就好了 謝謝小熊的緣分享物 好肉類 我倒是看還蠻多種 我還要買到魚 我還要買到魚 雖然家裡還有 但是我還是在買人 已經夠我吃三四天不是問題 其實綠豆芽也蠻好吃的 比較軟 平常很少買鹿豆芽 謝謝阿秋的小炮彈 畢瓜橋晚安 上個颱風看到 一顆一千的高麗菜 一顆一千 那個是多寫一個零吧 怎麼可能一顆一千有人買 謝謝明酒的酷酒糖果 陳瑞晚安 是不是放颱風家今天比較多人來看直播 他當時標價真的一顆一千 誰要買阿 不是老闆 我自己留著吃好了一顆一千塊 誰會買 不可能有人買吧 可是幾天每次青菜 人也不會怎樣阿 不是有些人 減肥不是有分幾種派別嗎 有種派別是只吃肉 不吃青菜的 高麗菜一顆一千 我還不如吃肉蒜了 身體很好的 要選我很�悲 威克 餅克 會金呢 豆牙 剩下 就不 pond 肚ähän 以為先他是慢慢吃 一餘 付 誰買 只有 超美 沒有 Somebody 然後 cer 一顆一千的高麗菜我真的寧可吃肉 老闆可以用搶但是他不要嫁了 一千不可能有人買 我好久沒吃綠豆呀我覺得好好吃 我超喜歡超好吃的 好像今天還丟了一顆 餛飩雲吞 不小心睡著了 九點多才在吃晚餐 整個做喜亂七八糟了 本來就有肉啊 我還有放排骨 各人都有老端 小營 最可吃的是 放一半 一半 小營 噢噢噢 謝謝博城你們糖果收集車 三兵每餐都有吃到豆芽 我自己平常很少買 綠豆芽 我就是買黑豆 整個畫面看起來好好吃 怎麼一隻 怎麼一隻 好 以為我忘記8點開播了 睡過頭某方面來說也是忘記了 睡到忘記了 我在夢裡我以為 我以為才早上 影韻辦個Mina料理會 你想太多了吧 要不然也是選拔成員的料理會 要不然也輪不到我 輪不到我 我是哪根豆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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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營運愛 我沒有營運愛啦 不可能為了我辦了 醒醒吧 如果沒有薯媽就要明天播了 真的還好有薯媽 薯媽不知道打了幾通耶 我看到 我會 pp廚藝大會 如果真的要辦 應該是全員參加吧 不可能有我個人 因為什麼什麼 對啊 我們開火焰廚師 怎麼感覺蠻厲害的 外面那種高級餐廳 有時候 賣點是那個 視覺上的饗宴 就是一定要有什麼火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 因為成員還是小朋友居多 而且大部分成員是不下廚的 所以 會蠻可怕的 不然就要粉絲當評審 因為你們自己提議要辦什麼料理大餐 你們就要用你們自己的肚子負責 不要叫成員 叫成員當評審 到時候我們拉肚子 不是 你們自己說要辦的 你們就要自己負責 對不對 成員做的一定都最好吃 對吧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到 不能吃啊 我相信像比如說一些簡單的 雞蛋料理 或是 或是 泡麵之類的 應該蠻多成員 應該做起來應該 甚至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粉絲當評審有那個 公平利率齁 大家一定都給自己推最高分 我記得我今天還有丟 年糕 其實今天這鍋沒有很適合丟年糕 但我還是丟了 想吃 我的米血咧 我剛吃掉了嗎 我剛有吃過米血 沒有吧 我記得 睡覺 喔 讓你們吃 但是不說是哪一個成員 好像蠻有趣的耶 好像蠻有趣 但我覺得營運不會辦 我覺得粉絲肚子的那個 有健康風險 健康疑慮 萬一到時候送醫的話 是我們麻煩 我今天有買到這個打折的珊瑚菇 珊瑚菇很好吃,煮湯很香 要全身時裝,可能要耶 就像大胃王參加比賽都要先全身時裝 旁邊配備救護車我覺得要 我覺得其實蠻好玩的 只是一定會有一些粉絲,你知道就是 可能會告上法院 然後就是一定會有這種活動,但是會因為某些人 然後導致再來也不辦了 喊的不斷擲 珊瑚菇 這個樣子 悲養的 然後叫她 她不喜歡 我喜歡 她不喜歡 沒做錯什麼 可愛又認真 到底哪裡惹到你了 吃了假藥物 只待在家好休息 如果等年輕 謝謝赫赫能夠白皮球 也要先活下來才能夠搞 成員做的料理沒有那麼恐怖吧 沒有做過料理的可以做泡麵就好了 或是一些現成品沙拉之類的總可以吧 我覺得炒泡麵對於沒有下廚的人來說也沒有很簡單吧 要開火的話 吃過的人都沒有負評的 因為都熟了 太恐怖了吧 是什麼黑暗料理 手帶在家好好休息 如果更年輕 啊 被你討厭也沒關係 反正我也不是想帶到你開心 對啊 不會料理煮水餃也是很好的選擇啊 只要有熟的話 啦 謝謝就看了一顆心 麵麵是黑暗料理界 不知道耶 沒有看過麵麵料理 那我覺得麵麵應該就會做泡麵吧 畢竟它都是麵的 因為簡單的料理越難做的好吃 看來我是要用荷包蛋參賽的 是嗎 我覺得今天這鍋好像沒有很適合丟年糕 沒有上次那麼大 不會料理連水餃都算難 不會料理連水餃都算難 會嗎 水餃不就丟下去然後計時 不然就買那種啊 熟水餃 買熟水餃 隨便煮也不會怎麼樣 蛋炒飯 我炒飯超厲害的 之前奶奶都稱讚我的炒飯 粒粒分明 會有炒出那個鍋氣 炒飯我很厲害 我就是太厭念 我就是太厭念 米娜的炒飯是加醬油派的嗎 可加可不加 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看心情耶 我可以加醬油但是 就有時候加有時候不加 平常好像比較少會加醬油 但有時候會突然想要去醬油炒飯 不然就叫我 如果你就要 Rain 請幫我我幫忙 我好想迷失太動親 你就讓我一個人陌陌的想念你 從而來 你們就像在那裡 不是在零 只是讓這次想夢境 你真的是一個城市 我心想要是你 我覺得炒飯只要有炒出鍋去的話 就會很香 對 跟加不加醬我倒覺得還好 番茄醬喔 番茄醬有時候也會 但我覺得加番茄醬比較是小朋友的口味 我覺得加番茄醬的話就適合做成蛋包飯 然後上面再畫一個愛心還是笑點之類的 我小時候也很愛番茄醬炒飯 炒飯已經番茄醬味很重了 然後吃的時候還要在上面再領一圈 但是長大之後反而還好 長大之後反而比較喜歡最簡單的蛋炒飯 亮珍醬很重 熟默的炒飯還好耶 熟默是不是有在看 我覺得蜀麥炒飯真的還好耶 蜀麥好像炒菜類的比較厲害 炒飯我印象中就是 很家庭式普普通通的那種 我沒有印象 有特別覺得超好吃的 準備好 料理不是跟薯媽學的 我的料理都是從網路上學的 YouTube也好啊 或是什麼 什麼洋桃食譜網 之類的 還有 愛料理 因為網路上面 隨便查都很多 不用像以前還要買那種 食譜的書 那邊慢慢翻 現在想要什麼料理 或是你有什麼食材 你輸入進去然後他就會推薦你說 你可以做什麼料理 Petty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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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阿網路很方便 而且像現在那個短影音 很多人都在教做料理的 很多人都在教料理的 那有時候不知道要做什麼時候 滑一滑也會有一些想法 什麼 熟媽的拿手料理 我之前是不是有講過 那個梅干扣肉 梅干扣肉才好吃 要巴凉 一片锅 切割 一片锅 弄到一片锅 然后变成 咸 里面 汁 的 毛 鱼 虫 薯媽弄料理二、三十年了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 只是說他有時候料理比較是看感覺 可是他的梅干扣肉是真的很好吃 沒有不好吃過 而且那個比較複雜一點 我覺得咖哩雞也很好吃 因為薯媽是真的用那種印度咖哩粉 然後加香料下去炒的真的很香 咖哩也很好吃 而且基本上沒有吃過失敗的 我去找一下我的迷血跑哪裏去 我剛剛有吃迷血嗎 我剛剛有吃迷血嗎 所以小時候都覺得咖哩是一個好難的料理 就是要準備很多材料 有一些什麼什麼葉子啊 香茅啊什麼的 然後就覺得好困難 小時候會覺得咖哩是一個有媽媽在才能吃的料理 可是長大之後發現原來有咖哩塊這種東西 就是以前是真的只要有媽媽在才可以吃得到咖哩 現在咖哩的話 隨時想吃 買一個咖哩塊然後丟下去就可以吃了 味道也不差 但是跟媽媽的還是不太一樣 我自己的話我也是用咖哩塊 我沒有用過咖哩粉 謝謝博程的為你心動 我覺得咖哩塊就是日式口味 就是甜甜的那種 每次我買到那種什麼雞心 很辛辣的咖哩塊 在日本出的結果根本還是甜的 一點都不辣 可是可能對一些不太會吃辣的人來說 就算 算是辣的吧 但對我來說就是完全不辣 就是甜甜的咖哩塊的話 咖哩塊好像是日本發明的嗎 咖哩塊幾乎都是日本製的 大小小的咖哩 也不知道是哪製的咖哩 應該是偏硬度的嗎 就是 香料味很重的 辣辣的 咬到舌頭 最近都吃冬粉 昨天也是吃冬粉 我已經吃冬粉三天了 最近天氣涼涼的很適合吃 米娜吃辣是鼠媽練出來的嗎 不能算是 但是 我們家從小就會吃一點辣 但是我們家吃的辣是 為了增添料理的那個 風味 所以頂多就是吃小辣 只是鼠媽有時候會不小心 失手加太多 所以有時候會變中辣這樣子 可是會吃到大辣 對 是在澳門練出來的 因為在澳門認識很多 四川重慶的朋友 然後冬天 他們吃火鍋的時候 都煮大辣 然後他們 我辣條也是 在澳門的時候第一次吃 雖然說那個東西 對吃多對身體不好 可是我那時候第一次是覺得 哇 驚為天人 就第一次吃到這東西 我覺得超級好吃 雖然很辣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我的辣其實是從辣條 開始練起來的 蛋白糖 有餐條 化學辣條 等到那次就不太好 但那時候就是 第一次是覺得很 新鮮嘛 情緒鑑定訓練 辣這種東西真的要慢慢訓練 如果說我們家從小就不吃辣的話 我可能也沒有辦法接受辣椒 沒有沒有辣條有分 辣條有分 那時候我朋友幫我買的那種辣條 他沒有奇怪的甜味 跟台灣一般買到的那種辣條不一樣 是有一個牌子的真的很好吃 不是味容那種 味容那個我也不喜歡 我覺得那個 太油了 有種咬塑膠的感覺 那個我也不喜歡 很快 最近不是都在其中好嗎 然後就覺得有點不太適應台灣的大學 最近常常都回想起在澳門快樂的日子 雖然是全英文授課 在澳門的時候 可是我覺得 比在台灣輕手 就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比較學得到 那種東西 沒有現在這種 這種壓力感 謝謝朱里恩的熟悟玫瑰 最近真的常常有一種 有一種 就是我常常在想 如果那時候就在澳門讀完大學的話 現在的人生會是怎麼樣呢 如果沒有當偶像的話 就覺得 以前的話不會想想這些 因為覺得當偶像這個決定 我不後悔 可是最近就集中考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就常常在想 我覺得在澳門讀大學真的好快樂 如果我就在那邊讀完大學然後 就開始會想現在會是什麼樣子的生活了 就會蠻好奇的 謝謝 誰的啾啾你 為什麼沒有 沒有看到有人送我 有些單扁開的啾啾你喔 對阿 對阿 如果我在澳門念完大學 我想一下喔 我在澳門念完大學的話我進水阿 21的時候是大一 21 22 23 20 可是 不知道耶 如果在澳門念完大學 我可能超過那個門檻了 我可能超過那個門檻了 24 現在好像是23一下耶 所以也沒辦法當山騎士 也不會是山騎士 可能沒有五騎喔 所以人生本來就沒有權拿的 所以最近 就常常會在想說 如果 在澳門念完大學的話 會是怎麼樣 平凡的生活 會是怎麼樣 一般的上滿足 但是搞不好是很有錢的上班族 我可能是 我搞不好現在已經在澳門當主管了 如果有平行宇宙的話我還蠻好奇 如果那時候在澳門念完大學會是什麼樣子的 我找到我的迷血了 還沒那麼快 要當董事長可能 再熬個十年可能 看懂在夜總會 什麼意思 夜總會 我突然想到今天是 握手會結束之後第一次開始多買 所以今天感覺 然後可能因為明天要放颱風假 所以今天有很多 有很多 之前都沒來看我直播的朋友們 握完手之後才就是 被我鼓勵 所以現在有多留言 很好就是好現象 謝謝小千的啾啾你喔 今天感覺有新朋友變多的感覺 但可能也不是新朋友 平常在潛水的 現在有多發言 對啊不然每次都看我在那邊 自言自 有大家現在有多 願意多留言 這是好事 而且我現在比較能吃東西你們有發現嗎 因為之前都是我一個人一直講話 所以我就吃東西很慢 我就要一直講話 但我現在的話就是 你們有講話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稍微 對 我現在還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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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就要回家 我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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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到整個 因為已經凝固 有點黏在一起 其實我有放排骨 可是直播啃排骨好像不是很美觀 去米納納就只是問了一個東西而已 這是冬粉 對不是米粉 我剛剛有調了一個醬 讓它有味道一點 一點點的辣椒 要有一點味道 不知道明天有沒有放假 還有限制沒宣布嗎 可是廣場不是都 8點就會宣布了 不知道會不會加太多 超辣 超辣椒不用錢的那種 全台都放了 全台都放了嗎 因為我剛睡醒所以沒有看新聞 全台都放下 不知道怎麼還有人在那邊說不知道有沒有飯 第一吃我米奶 你看今天就是有很多 有很多 新朋友 很多新朋友來找我握手 今年第一次 今年誰不是第一次 下次握手會是什麼時候 一定要做到 很舒服 很舒服 看見 炸作詞曲 李宗盛 上次握手會是去年九月 哇好久了 有這麼久了 上次握手會時候還有一提升 畢業生也還在 發現Mina的臉頰肉變小了 真的嗎?真的嗎? 你說握手會來的時候覺得我臉頰變瘦了嗎? 因為我現在都會用那個 瀏海膠水把它這樣 貼起來 沒有我覺得有貼真的有差 對,藏起來 可是直播的話 但我有活動的時候我都會把它貼起來 看起來很瘦 看本人覺得臉頰有比較小 我覺得這是因為 我覺得是因為直播比較放大我的臉頰 鏡頭會放大 但你們的眼睛不會放大我的臉頰 所以好吧,我剛才想說是不是因為我有貼那個 那個瀏海膠水 感覺變瘦 但看來不是 只是因為平常直播 我們都在看我的臉頰 所以對比本人覺得 好,一好像 本人臉頰比較瘦 是因為我這樣子 瘦臉神器發揮作用的 有嗎? 有嗎?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來 握手都在看臉頰 哦,對啊 因為我握手會我還有把它貼起來 然後成員還說握手會你也要貼 又不是表演 然後就說因為我的粉絲都來看我的臉頰 所以我要把它貼起來 螢幕比較平 所以看起來沒有立體感 對啊,我其實本人本來 我本來臉就沒有很胖 媽 不知道,奶奶都 奶奶都 我每次講這個奶奶都會笑我 他說 不知道耶 對,我側臉 我的側臉是真的很瘦 正臉就見仁見智好不好 有些人覺得我瘦了 那就是瘦了 如果沒有那也沒關係 因為 就像奶奶每天看我 也覺得我臉很胖一樣 對,我剛剛直播前趕快去樓上把衣服都收進來 我剛剛直播前趕快去樓上把衣服都收進來 但是,我感覺很瘦 Mina的可愛精髓就是臉頰肉 嗯 我現在也還是有臉頰肉 我現在哪裡沒有臉頰肉了 如果你覺得沒有 那你真的可以 你如果覺得我現在沒有臉頰肉 你就不推了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而且明明 這次臉頰肉就還是很胖 還有腹肌 我最近真的沒有腹肌 因為我最近沒有臉 完了完了 我總會有些粉絲才好不容易 願意回來看我直播 然後我現在又要把人趕走了 我還是不要說話好了 吃我的冬粉 不是你們評評理嗎 講那種話是不是想惹我生氣耶 明明我現在臉頰肉 就沒有消 然後一直留言說 我當初是為Mina的臉頰肉 所以才進來的 講得好像我現在沒有臉頰肉 明明現在臉頰肉 覺得還是很胖 有些雰肉 好厲害 Duncan 我當先生還是很在意我的臉頰肉 他明明就沒有 這樣 他明明就沒有 他明明就沒有變瘦 他明明就沒有 倉鼠要氣鼠 沒有要氣鼠 只是覺得說 不是馬安 講釀不就是想要被我嗆嗎 今天到11點嗎 可以啊 通常都是播兩個小時 然後 我覺得我就是太少 發糖了 不是物理上的糖 所以我就說 講話太不甜了 我真的是講不出什麼好話 我上一年的是青雕磚 什麼上一年青雕磚 我握手會 上一年有很多磚 上一年很多磚 每天放假可以播久一點 不行啊 我要準備期中好 下禮拜要考六科 我要數了 今天考完試還想說 有時間要先來準備下禮拜的考試 然後結果看書看一看就睡著了 下禮拜的財務館裡 也是一個大磚磚 也是一個大磚磚 可命 結果是有一個大磚磚 下禮拜的 劈住 請問 我會不會 只要看到數字 就覺得好想睡覺 只是好消息是老實說只靠選擇題 可是選擇題的話 如果是出全計算我覺得我會完蛋 可是是選擇題的話好像 算一算如果算的答案剛好有在選項裡面應該就可以了吧 算還是要會算啦 全計算我應該明年再見了 想當作我是那個會計被當過的女人 我從來沒有被當過就是算是 我唯一被當的科目就是會計 我什麼都行就是會計不行 我覺得跟很久沒讀書重新回去讀沒有關係 就是單純我對於數字本身就不太行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才期中考而已 現在才期中考而已 期末看到就來不及了 會有陷阱題嗎 陷阱題 我覺得有陷阱題也沒關係啊 因為不出陷阱題我也不會寫 找不到陷阱題反而猜對了 我不求滿分 我只要基本題有拿到分就好了 陷阱題那個不在我的範圍內 因為我應該也不知道它是陷阱 明娜有推薦新手買的貝斯嗎 新手買的貝斯 我覺得都無所謂耶 就新手的貝斯就是 我覺得只要發的出聲音就可以了 反正只是新手 如果真的彈出興趣之後 要再買貴的貝斯也OK啊 我自己是覺得 彈得出聲音的貝斯就可以了 但是我也聽過一個說法是說 對新手的話 就應該要買好的琴 這樣才會有練琴下去的動力 所以有些人是覺得 新手你就可以買一把Fender的琴 像人家就說貝斯手 一定要彈過Fender啊 但我是覺得 其實不一定 我覺得真的有興趣的話 就算不是很貴的琴也可以彈很開心 像當初的我一樣 但我覺得要看你對自己了不了解 你和他在對親擁抱 你和他在對親擁抱 你和我快樂 完了我醒鼻涕 把我的那個 把我的那個 我鼻子上面的痣就長出來了 好飽喔 因為像我自己是很了解我自己的 因為像我自己是很了解我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 因為我是一個 沒有辦法半土而廢的人 對 只要我決定要 學一個東西 我就會堅持到底 但是我當初也是隨便買了一把Bass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點 就是我 因為我明明知道自己的個性是 不可能半途而廢的人 所以其實我應該一開始就買 見見美 我就還可以省了就是一開始的那個 新手情的錢 我應該相信自己是可以 堅持到最後的 但我一開始也是想說 有聲音就好就隨便買 這樣 有找到點字的診所嗎 有 我有找到 我上次就是 是 講那個炮枕 現在已經看不太到了 但是剩一點淡淡的吧 我之前就是講炮枕的時候 然後就順便問了他說 問了診所點字的東西 然後 剛好我家附近的那個皮膚科 他就有點字 然後好像也是一顆300塊 而且他不用收什麼開機費 對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我還上網找那麼多點字的診所 然後跑很遠 然後結果他跟我說 他說點一顆字要3000塊 欸我忘記那時候說多少 他超貴 還要什麼開機費 然後原來 我家附近的皮膚科 就可以點字了 然後我還跑很遠的地方 都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 鼻子下面這顆字 之前沒有 是後來長出來的 然後 然後 現在就是每次奶奶跟我講話的時候 像我那天我也是去問奶奶說 奶奶你看你看 你覺得 我臉頰是不是變瘦了這樣 然後奶奶就這樣 他說你鼻子下面那顆字好明顯 我想說 每次 每次都這樣 我叫他看我有沒有瘦了 然後他都沒有在看我臉頰肉 然後 然後 我有時候可能說 奶奶奶你看我今天的眼妝 我今天是沒有畫 可是 我有時候睫毛很翹的時候 他說奶奶你看我今天的眼妝畫得超漂亮 然後他說 你臉頰肉好多 就是 很生氣耶 不是 就是 我叫他看我的眼睛的時候 他要看我的臉頰肉 然後我叫他看我的臉頰肉的時候 他要看我的鼻孔 就是他每次都不 他每次都沒有辦法看我 叫他看什麼地方嗎 他是 哪裡有障礙 就是 他是中文有問題嗎 真的很生氣耶 就是 那我的臉頰肉跟鼻子下面的字哪個比較明顯 我的遮起來咧 我想要把他遮起來 啊在這 就奶奶他每次都會歪樓歪 字比較明顯 可是我這個角度 我這個角度就看不到 我是有想說 我要找時間 把我的字點掉 可是因為 我上次去診所問的時候 他說 這是點字的那個 恢復體喔 就是他點完 因為雷射嘛 然後會有傷口 要一個禮拜才能癒合 然後就想說 可是那叫我 就是我要去上學 那我鼻孔下 不是會一直有一個 傷口紅紅的在那邊 然後要一個禮拜吧 所以我才沒有 我才一直沒有去點字 但是 10天了 都要好久喔 我本來是想說等 快要放寒假 的時候再去點 因為我其實覺得 雖然這個字現在 是蠻顯眼的 沒有錯 但是我覺得 好像也沒有到 那麼在意 謝謝圖師姐的 豬豬鳥 就是像 我之前 他剛長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 一直很在意 就一直在看那個字 然後 那時候就很煩惱 然後也有跟成員講 然後成員 每個聽到都說 蛤?你的字在哪裡 就根本沒有人注意到 然後我就想說 是不是我自己太在意了 這樣子 就只有我自己跟奶奶很在意 特別是直播的時候 因為一直這樣看著螢幕 然後就會看到 可是 好像 其他人也不會特別注意 我鼻孔下面有字 這樣子 有化妝他們 不不不不不 化妝 跟字沒有關係啊 化妝我也不會特別遮它 我是因為直播的時候 一直這樣看 我才會特別遮 我平常化妝的時候 也沒有遮 我握手會也沒有遮 自然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其實 只有我自己很在意而已 根本 一般人也不會很在意吧 所以我就想說 開學的話 我也不想要 就是如果 我這樣子 大家都知道我點字 就很明顯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又不是很 很 很 很顯眼的位置 我就想說 等 放假的時候 再去點 就好了 不好意思跟我提 沒有啊 是成員真的沒有看到 成員真的沒有看出來 平常沒有 沒有人會一直盯著別人的鼻孔看吧 而且有些人可能會以為 本來就有的 就是如果我本來就有這個字 我可能也不會特別在意 可是因為我是後來才長出來的 所以我就 不太喜歡 因為有些人本來就是 臉上就會有各種 長在各個地方的字 只是因為我臉不太長字 所以就會覺得 突然長了一顆 會不太 不太 不太喜歡 不太喜歡 鼻頭的字會點嗎 鼻頭的字喔 我是沒有特別想點欸 我是覺得 鼻頭的字沒有特別影響我 鼻頭字沒有到那麼明顯啦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 鼻頭的字要點掉嗎 就是 這一顆 但因為其實 他真的 他真的 不算是很明顯 然後 加上因為我之前 查鼻頭的字 好像說是好的字 就是而且他是 就是有些會說 偏右還有點不好 或是偏左 但是因為我是長在 正中間 然後我就查一下 好像說 長在正中間是好的字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想特別點 而且我看 蠻多藝人 他們也是長在這個位置的 所以我就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你們很在意的話 我也是可以 去點啦 看你們會不會想要我點 就像我剛才 我鼻頭的字 我自己沒有很在意 可是粉絲一直叫我 趕快去點掉 很醜這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我點的話 我就去點 沒有我自己沒有很在意啊 可是 剛剛好多人留言說 很明顯這樣子 字不要亂點 我的字 我也沒有算亂點啊 因為 有些人不是會說 點了字會 就是影響運勢什麼的嗎 可是 因為我這兩顆字 我鼻子的兩顆字 都是後來才長出來 就是這一兩年才長出來的 那 對我來說 就沒查 因為我過去26年來 就是也沒有因為 就是也沒有什麼 過得很不順還是怎麼樣 對不對 所以不會有人說 點了什麼 運氣就變不好什麼 沒有 因為我之前沒長之前 也都是這樣活了二十幾年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連鼻孔都不點也沒關係 有關係 你們有看到 那些留言很惡毒欸 那些留言 就是一直教我趕快點 就是我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很在意 想說等 要放長假之前再點 然後剛剛的留言是 一直說超明顯 你趕快去點這樣子 而且還有幾個 然後還說是 就我不是說什麼 像奶奶的話 就會一直看一下 我的臉頰肉還是什麼 我 剛剛留言超多人 超多人叫我 叫我去點說很明顯 然後還有人打說 是比屎嗎 然後那個屎還被 偵測到是 不良智慧 然後把他用一個米字號 我都有看到啊 我會想點掉 這是因為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真的很像 就不是啊 就不是啊 這回就找留言 真的 剛剛真的很多人講 我自己可以接受就好 我自己只有想要點鼻子下面的字 來 鼻頭我是覺得不明顯 我就沒有想 特別弄 謝謝Derek的萬聖鬼 很酸 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喔 萬聖鬼 對啊我最近就期中好就很忙了 反正放寒假了 不過就再幾個禮拜的事情 就到時候再點就好 幹嘛一直叫我現在就點了 我現在很累 直播都睡過頭 一直叫我一直就點字 就要放假之前再點就好了 真的是 一直念我 我粉絲都很喜歡念我 我是念 不就還好你們沒有我的電話 不然我手機都一直響 有字是一種特徵 沒有啦 鼻孔 鼻孔上面的字不是特徵 如果說 像楊丞琳他這邊有一顆 那個什麼 八角字 叫八角字嗎 他是幾角 還是六角 那就大家會覺得那是他的特色 或是蕭敬騰也是這邊有一顆字 或是施雅的字也是他的特色 我這個鼻孔下面 這是最近才長出來 他絕對不會是我的特色 他要跟我臉頰肉比的話 還是臉頰肉比較明顯 你看 明天萬聖節Mina會裝扮嗎 我又沒有要出門 明天颱風家裝扮給誰看 我明天也沒有要直播 有看過他是好是壞嗎 好像 好像 不是壞的 我之前看很像說鼻孔下面 字就是說那個 你的鼻子很敏銳 可以 嗅到很多好吃的食物 這樣子 那就是要小心不要花太多錢 在食物上面 這樣子 但我自己是覺得 我是覺得看看就好 因為我 我鼻子又不好 我鼻子不好 我也沒有花很多錢在食物上面 所以我覺得 好像不太準 好像廢話 我都會覺得 重點是不準 因為我鼻子真的不好 我鼻子是真不好 越來越像倉鼠 我哪有 我哪有 我哪有越來越像倉鼠 倉鼠鼻孔下面會有字的嗎 謝謝Debbie的愛你喔 謝謝Debbie的愛你喔 倉鼠鼻孔 倉鼠的鼻孔下面會有字嗎 倉鼠的鼻孔下面會有字嗎 倉鼠的鼻孔在哪裡 我哪有 倉鼠的鼻孔下面會有字嗎 我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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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成員嗎 有很多成員嗎 明天有很多成員要直播嗎 因為台風架是臨時放的嘛 當然因為我昨天就已經發這禮拜直播時間 只有兩個 兩個叫很多 兩個叫很多 等一下 我定義了很多至少要三一下吧 沒有你 我寫著你 靠著你 靠著你 我之前萬聖節直播我好像也會有特別 特別 打扮啊 我是說不一定是cosplay那種 但是就是會特別 穿一些平常沒有穿的衣服之類的 明天要加播 但是因為我禮拜五已經排了要播了 我禮拜五已經排了要播了 我就不想要特別在 在一直改直播時間 因為我沒有辦法加播啦 如果我明天播的話 我禮拜五就不播了 因為我真的沒有時間 我要準備考試 而且也沒必要 因為明天很多人要加播 我就要跟著加吧 就是 我的時間是我自己決定的 就是 反正如果我明天萬聖節要播的話 我禮拜五就不會播了 我只會折一天 對 就是以我自己為主啊 對啊 我為什麼 我要因為別人都在做萬聖節裝扮 所以我也 我也要做萬聖節裝扮 因為別人要播 所以我也要跟著加播 就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為什麼 就很多時候都是這樣子 就是 我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 也沒有到不能理解 只是我會覺得說 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麼樣去改變自己 當然說 如果說那個 那個 那個改變是好的的話 那 可以試著改變看看 可是 像這種有點 就是 萬聖節裝扮這個 我是覺得 啊我明天本來就沒有牌要播了 就畢竟我是考試週 所以我 好不容易擠的時間 就是3跟5了 那雖然說明天放 颱風假 但是 我還是要準備考試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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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記得最一開始的聖誕明信片好像 我有點忘記我第一年的聖誕明信片有沒有畫東西上去 但我記得最一開始就是說那個聖誕明信片就是簽名就好 然後呢就是有成員在上面開始畫畫 每一張都畫得好豐富喔 然後結果之後就變成 就是當一個人開始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然後變成如果其他人也不跟著做的話 然後就會被其他粉絲說 你看哪個成員那麼用心 那你不畫就是你不用心我要去推別人這樣 對所以就變成 就變成現在你一定得畫 就是你不畫的話好像就變成你不用心了 謝謝Devi的鍾情玫瑰 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會是那個開始的人 但是我這件事情我是跟風的那一個人 就是已經而且甚至已經變成一個 我不知道是從哪裡聽來的一個 一個就是反正就是前一幕畫的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個人開始了 然後就一定是有聽到一些風聲 粉絲就在說你看誰那麼認真畫 我要多買幾件 然後就覺得你看誰 你看只有簽名不用心 我要推那個用心的 之類的然後反正就是 就是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變成說 每一張都 就是每一張聖誕梯的明星片 一定要畫的東西 不能只簽名 不然就會被認為是不用心 但其實 其實光是簽名也是要花很多時間的 但是就是會有很多諸如此類的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 只要有一個人開始之後 他就會 就會變成一個大家都要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就像我今年 我萬聖節沒有要開播嘛 然後 如果說 如果說今天 有粉絲說 有粉絲跟我說 那個 其他超多 超多成員 都 都有做萬聖節打扮 我要加推 萬聖節有播的成員 Mina 萬聖節沒有播 沒有在乎粉絲 我不推之類 我可能也會有點受到影響 像說那我是不是也要 但是 但是其實這很不好 就是我覺得 就是 就是 應該說 本來應該是以我自己 的想法為主嘛 對不對 但是聽到這種話的話 還是 是沒有人跟我說這種話 但是 你們懂吧 就是如果說今天有人 這樣跟你講話 你一定 或多或少還是會有點 有一點 受到影響 對 但是我 現在的我可能沒有那麼在意 而且應該要賭 我相信現在我的粉絲 應該也沒有人會這樣跟我講話 因為如果 大家知道我的脾氣 就知道如果有人敢這樣跟我講話 我一定把他 就直接抓出來攻神 我突然想到 是不是 我有聽說 我有聽說 有人是 就是 每個月不是會出生寫真嗎 然後有些人會 在 在 官方公布 出生寫真的時候 然後就看哪個成員是第一個發業配的 文章 然後就說 那我要多買一包這樣子 我覺得這也有一點 這也有一點 變態吧 就是 就是也有點 有一點 但是 也算是變相的 這算是情樂的一種 就是 就變成說 我不知道 有沒有成員會很在乎 這個 然後就會想說 那我每次都要第一個 這樣子我就 我就多了 多了一個銷量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成員真的很在意這個 一定要當第一個 這個 這個不是要讓偶像知道 這個 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就覺得有點 因為 其實有時候 生寫真 不是每一次都會先跟成員說 什麼時候要賣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是看到官方 公告出來之後 然後才知道 今天開賣了 這樣子 那 要發宣傳文之前 也要 先 先整理過照片 還需要修圖 還是什麼什麼的 有些成員覺得好玩 所以就做了 對 但是 對我來說 我就覺得有點 就是 就 因為我的個性比較 不會因為別人 說什麼 要去做什麼 我很像被蚊子叮欸 好癢喔 對我比較 我比較自我 自我中心嘛 我想發就發 你管我 你管我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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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會特別跟我說 因為就算特別跟我說 我也不一定會發 就是 我 我想發就發 你 你想控制我 我想發就發 我 我愛發一篇就發一篇 我這個主題我喜歡 我愛發三篇就是三篇 我想喝 謝謝917的 2 不用打擾 3 王 4 沒有 只是剛剛講到 講到 這種.. 怎麼講 有一些 叫做什麼 前一默化嗎 就是有一些 不成文規定 有一些不成文規定 但是我沒有要準手它 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是怎麼知道的 可能就也有成員在討論吧 反正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會在意 有些人會想要覺得有趣那就去做 但是我自己是比較不會沒有在看這些 夜內競爭的感覺 我覺得就給 就給 想競爭的人去競爭就好 我沒有很喜歡競爭 成員會被問生血夜配大概什麼時候 真的假的 我好像印象中我沒有被 我沒有被問過 對我印象中我沒有被問過 對不對 米粉沒有人問我說 生血什麼時候發夜配 我印象中我從來沒有被問過 因為我覺得有幾個點 第一個點是因為 我覺得應該是你們問我 我可能也 對我可能也不一定記得 對 生血燈 生血燈什麼時候發 喔現在要11月了 就是 就感覺好像 對感覺在這邊沒有人會問我 是要問了我也不知道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通常都是我自己 對我不知道什麼 這邊真的沒有人會問我 但通常我會自己主動跟大家提起 就是說 就可能生血快截止我還沒有發 然後就會跟大家很著急解釋說 我沒有不發 是因為我有先排成要發其他的東西 先發什麼什麼 所以業配的可能要再等幾天再發這樣 通常都 真的沒有人會問我生血業配什麼時候發 都是我自己會跟大家講說 我之後會發大家不要急喔 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會跟我說 沒事啊 你自己調整好 時間就好 不要有壓力慢慢來 對好像都是 都是這樣子 我在這邊沒有看到有人 問我什麼時候發業配 問我下一次的主題喜歡嗎 這個問題我好像也很久沒聽到 可能因為我話太多 沒有什麼讓你們問問題的時間 我下次的主題喜不喜歡 沒有不喜歡但是我不擅長 就是拍照經驗有差 這是什麼事情 我剛剛超可憐 我剛剛 等一下 不是 你們剛剛去哪裡了 你們剛剛 不是 我剛剛是一直在正常開播 我剛剛是一直在正常開播 我啊 然後我不知道講到什麼話題以後 就再也沒有人回我了 然後 我就一直說 有人理我嗎 可以留言回我一下嗎 然後 然後 就這樣 我自言自語十分鐘 就沒有人理我 那你們的畫面是怎麼樣 就這樣 剛剛突然卡 然後就黑屏 然後就關直播了嗎 畫面卡住 然後很久之後斷線 變成 變成 對 剛剛變平行時空 我還可以撐十分鐘 沒有 我真是前面有想說 我前面有想說真的沒有人 理我嗎 因為我這邊看到 網路啊 連線品質都是正常 沒有任何卡頓的地方 所以我就大概五分鐘一直在 重複 確認大家在哪裡 然後後來發現 真的都沒有人理我的時候 我有想說 難道是萬聖節大家在整人嗎 就是故意我在那邊說 哈囉 然後大家都故意不理我 讓我以為我掉到平行時空裡面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這樣子hello了五分鐘 然後我想說這好奇怪 然後 然後 我才想說 跑去兜粉看一下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兜粉帳號也被登出了 欸我真的覺得有蚊子了 好癢喔 沒有想到可以玩這張 我剛才超笨的啦 我一個人對著直播 然後自言自語十分鐘 然後你們根本都看不到我 然後我一直在那邊 哈囉 有人嗎 理我 聽到的話 就回我 這樣子 然後我這樣一個人 自言自語十分鐘 然後 都沒有人欸 然後都沒有人看到 然後我就想說 你們到底在哪裡 你們到底在哪裡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的畫面是怎麼樣 還是說你們是聽得到聲音 但你們沒辦法留言 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剛剛很 我剛剛很笨欸 沒有 完全沒有看到留言欸 沒有看到 你們有刷整排卡嗎 我什麼都沒看到 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所以我想說 這剛剛真的是平行時空 我看不到你們的留言 然後你們也看不到我在講話 然後我們就在各自的平行時空 在那邊喊話 哈囉 有人理我嗎 然後你們在那邊卡卡卡 我都看不出來 完全沒有看到 對啊怎麼會這樣子欸 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 這真的是平行時空欸 我前面才說 我前面才說 我很好奇如果平行時空的 Mina沒有當偶像 然後就是在澳門念完大學 現在會是怎麼樣的生活 我也蠻好奇的 然後講一講 我們剛剛就直接掉進一個平行時空欸 我這邊完全不卡 我這邊完全不卡 我不知道為什麼欸 我剛剛完全不卡 所以我剛剛是講到哪裡 他就突然卡了 是不是 我剛剛有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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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技的話題嗎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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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名字的狀況 我的名字的狀況 我的名字的狀況 生血真風格 我剛剛講到哪裡啊 你們有聽到我講 後背POSE指導的地方嗎 對我有說 我有說 11月份 蛤 你們都沒有聽到 所以我剛剛就是自言自語 我剛剛自言自語 講了不知道幾分鐘 然後我才發現沒有留言 然後我才那個 下次要不要做一個實驗 就是說 就是說沒有人理Mina 然後她可以跟自言自語 講幾分鐘 我都沒有發現 我還講完才想說 是我話題很無聊嗎 為什麼沒有人要回我 然後我後來還講了握手會 我想說 是不是我話題太無聊 沒有人要理我 就說 她說啊這個 這個今天是那個 握手會結束第一次直播 我想說 是不是誰覺得話題太無聊 我還講 就是握手會 就 你們根本沒有人聽到 大家都忠我沉得住氣 我根本講 結果最沉得住氣的是我 對 然後我都已經開一個新的畫面 還是沒人理我 然後我想說 我那時候才覺得不對勁 我想說不可能耶 怎麼可能都沒有人理我 沒有我這邊什麼都沒有看到啊 沒有人什麼登錄 沒有人留言說卡什麼的啊 什麼都沒有看到啊 我覺得一個人一直自言自語耶 你們知道我多可憐了 我稍微直播主就是 就是 平常 就算沒人理我 我還是要一個人自己自嗨 哇好開心喔 哇 然後我還說風雨變大了 我根本沒有人理我 我看 你自然這邊講了十分鐘耶 然後我後來才想說 去兜粉問一下好了 這是正常嗎 你們是在搞我嗎 我真的是要瘋了 怎麼會這樣子 對 反正好 剛剛說到生血症 然後我們回來話題 我剛剛真的在平行時空自言自語耶 然後還是沒有人要理我 我還是繼續自己講 所以我剛剛自己鬼轉話題 我想說到底要講什麼話題 你們才會回我啊 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一定要去兜粉罵人喔 你們快理我 我 如果有留那個 我不知道今天那個直播檔 會不會有我自言自語的畫面耶 但是如果有 有留檔的話 真的會蠻好笑的 你看 應該自己 自己自言自語十分鐘耶 然後我才去兜粉問大家 好荒謬喔 只有我自己看得到 沒有 沒有 沒關係 我現在再重複我十分鐘前的話題 對 剛剛有人問說 11月份的生血症 對 對 我只能說 11月份的生血症 對 應該說 每個月生血症主題都很好看 但是就說 11月的這個主題 不是我擅長的 所以我 我拍 花了蠻多的 時間 你們剛剛有聽到我講那種奇數嗎 就是 我剛剛都不知道我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聽不到耶 蛤 你們都沒聽到 就是說 奇數月後面拍生血症的那個 時間就會越久 你們剛剛都沒有聽到 我哪有記憶 可以一直講 對 奇數月後面拍攝的時間就會越久 畢竟說 一起生 還是算前輩嘛 所以 我們拍照比較有經驗 所以我們拍的時間就會比較快 對 但是 這一個月是罕見的 就是 因為是罕見的我拍比較多時間的 一個主題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因為像 後輩們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多拍照的經驗 所以 有時候就是可能會需要 就攝影師可能會說 和前輩去指導一下後輩動作 這樣子 可是我也不太會教 就是 我自己是 站在攝影機前面 跟那個閃光燈下這樣 那個燈這樣打下來 然後我就自己會這樣 我就自己會動 可是 可是真的教我去指導後輩動作的時候 我反而就是 就是我 我不是在那個 燈光下的時候 我就 欸 Mina指導一下後輩pose啊 然後我就 咦 還有什麼pose啊 這樣 這樣 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怎麼擺 可是我自己站上去拍的時候 我就 我自己會動 這樣子 對 但是這個月的 11月份的主題 就是 是我 拍 算是花比較多時間 因為不是我擅長的主題 對 沒有 你們 我這樣講你們就該知道 不會是可愛的主題了 因為 可愛的主題是我最擅長的 然後11月的主題 不是我擅長的 我就是一個 就可愛 我就是擅長可愛啊 其他 就對我來說比較困難 雖然說什麼 什麼 各式各樣的主題 也不是沒有拍過 可是 可是 還是算是相對 沒那麼擅長的主題 講完不擅長就卡了 有嗎 剛剛又有卡嗎 這是什麼禁忌的話題 我偷漏很多 對我沒有說是性感 我只說反正 可以確定不是可愛主題 因為可愛主題就是我最擅長的 不想要你和我一起走 我是指導哪位後輩 我們那天有很多後輩 我們那天有很多後輩 可是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指導很多 因為我就是 不太會教別人 我是自己上去的時候 突然那個 開關打開就會動了 可是 自己在下面的時候 我也是 就是 這樣子 自己的時候 我不知道就是有那個 美光燈打上來的時候 我就會很進入狀態 厭世的主題 我覺得厭世主題還 比這次的主題簡單 比11月的主題簡單 因為厭世的話 你只要不笑 臭臉就可以 但這次的主題 我覺得更困難 對我來說更困難 對一些成員來說 可能算簡單 可是對我來說 很困難 就不是說你只要臭臉 就會好看 你們到時候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如果 通靈 會通靈的粉絲 應該已經知道了 應該可能會猜到了 比厭世還困難 厭世只要不笑就好 這個月主題更困難 我還沒有挑過照片 你們這麼意思 我要來挑一下照片 想要到時候要怎麼發我的業配照 很多成員也不擅長 沒有欸 我覺得擅長的成員蠻多的 只是這個領域 剛好我不擅長而已 對 反正大家到時候就知道了 可是生險真到底是幾號啊 生險真到底是幾號 預購啊 我永遠都不記得 聰明的主題是什麼主題啦 什麼叫做聰明的主題啊 聰明的主題我就是最佳代言人 好嗎 長的就一連聰明 8號到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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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7 8 下禮拜5 那我可以考完4再修照片 下禮拜要考6顆 然後還有2顆要做報告 什麼我說什麼 我很聰明啊 你們第一天認識我 我 斗娃先算好 時間管理大事 睿智的眼神 今天沒有睫毛 眼睛看起來會比較呆呆的 看著我的會計 幹嘛我會計那時候有數修有有有有學會了 然後只是學比較慢 感覺這學期過完班上就會有人休學 我覺得小呆呆可能快休學 小呆呆 小呆呆很 但是很常沒來 我常常覺得對 我覺得我要沒有朋友 所以我現在有開始開拓我的 新的交友圈 我現在有多認識班上其他的同學了 對 因為小呆呆感覺 隨時會休學 對 他在幹嘛我真的不知道欸 就他也不會講 就他 怎麼講 每一堂課 可能都會遲到個 半小時或是一小時 以上再來 對 那堂課基本上都要結束了 才來 然後我一開始我以為說 他是 就是睡過頭 對 然後我就說 欸 你是剛睡醒來嗎 他說沒有啊 我其實很早就起來 然後我想說 很早起來 那為什麼會 十一點多都要下課了才來 可是他也沒有想要 特別講他起來是做什麼 然後不然有的課 他直接就是沒有來 像他昨天也都沒來啊 他最後好像只來最後一節課 昨天是滿堂的喔 他只有最後一節課才來 然後就 就回家了 不知道 就是 我感覺他好像都比我忙 就是 不知道在幹嘛 隱藏職業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讓我覺得 我不知道欸 就是 到底 我不知道他到底都在幹嘛 對 因為他也沒有想要跟我 聊天的感覺 就是 只是 放學的時候 或者是 要去別的 課堂的時候 然後他會等我一起去 這樣子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 他是在幹嘛 不怕的 戀愛了都這樣 沒有啊小呆呆沒有男朋友啊 因為之前不是老師就有問說 什麼 班上誰有 誰有 教過男女朋友什麼的 然後老師就在那邊 嗆我們就說 大學生就是要談戀愛啊 你們今天沒有談戀愛 人生還有什麼意義這樣 然後小呆呆就笑了 然後我就跟他笑 沒事啊 有我陪你這樣子 所以小呆呆應該也是沒有才對 對他也沒有在打工 所以我就想說到底都在忙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一天都沒人 不會啊 我也有認識班上 其他同學啊 所以不會沒有人陪啊 他小呆呆 之後有一天 老師會不會說實話 真的嗎 可是我們班上有 有談戀愛的人 都蠻 都蠻 高調的嗎 就是我們班上有 原本就是情侶 然後一起考同一首大學 同一個戲 所以他們一直都 心影不離 就是 算是班隊了嗎 就是 但是他們 是本來就 認識的 本來就是情侶 然後一起讀同一所學校 同一個科系這樣 也是挺膩的齁 你們會喜歡這樣嗎 我自己覺得 蛤我自己覺得 好 我不能接受班隊耶 對我來說 就是 不是說我不能接受班隊 就別人有班的可以 可是 我自己不想成為班隊 我覺得很尷尬耶 就是 就是 每天都在同一個班上 然後可能 分組報告的時候 也都一起 還是什麼 好噁心喔 就是一直 一直 一直在一起耶 就是連 對啊 然後下課一起 一起回家 就是 感覺好像沒有自己的時間 沒有我只是覺得 我倒沒有想到說 分手 還在同班的話 是會蠻尷尬 可是 我覺得倒不是這個問題 我覺得 我覺得 尷尬的點是 就是 一整天都一直看同一個人 然後下課之後 還是看同一個人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太 太 太常看到對方了 好像有點 不知道了 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自己的時間的感覺 就是會 我覺得會有點影響到自己的交友 就是比如說 比如說 那個班隊嘛 那他就是 一定每天都跟自己的男女朋友在一起 可是 他可能就會比較少機會認識班上其他的同學 然後 我們班上其他也有 交男女朋友 但不是在 不是同班的人 他們也都蠻 蠻常會提起的 就是可能 可能 有時候我們會講一下 比如說關於 協商 要怎麼樣協商比較好 然後就會有同學自己 就是舉手 然後就 分享說 像他跟他的女朋友 吵架的時候 也是 需要用到一些協商的技巧 什麼的 然後要怎麼講話 比較好 怎麼樣 或是EQ啊 之類的 就是同學會自己 自己主重提起說 我跟我女朋友 我跟我男朋友 是怎麼樣的 然後有時候老師還會 覺得說 這個會不會太detail了 你可以 你可以 願意跟同學分享這個嗎 然後 同學自己就會說 不會啊 我很熱意跟大家分享這些事情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其實好像 就現在的人談戀愛 蠻開放的 不會覺得說 講出來有什麼 就是大家都會直接很 樂於分享說 對啊 我的男朋友是怎樣 我的女朋友是怎麼樣 然後 因為可能 對 因為有時候上課 剛好最近有上到的 除了講到 就是 協商的部分 或是 也有講到 情緒管理EQ 然後 也有上到 三門不同的課 然後另外一門課 是有講到 關於 戀愛的 就是 比如說 你可以接受 比自己年紀大的人交往嗎 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三門不同的課 可是就是稍微 都會 就是會帶到 然後同學都還蠻 蠻主動分享自己的 經歷的 女友生氣還談談 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意思 可能我翻譯的不好 反正我們在探討是 就是Negotiation 比較像是協商之類的 就是協商的技巧有什麼 然後就是會有講說 比如說 如果吵架的話 可以用怎麼樣的話語 去Negotiate 然後才可以 就是 你要有好的EQ 然後去 去Negotiate 才會有 才不會 激怒對方 就是在講關於 彈腦的技巧這樣子 嗯 對 協商沒有 沒有不好的意思 是啦 但是協商也不一定是要講男女朋友啊 因為像那個時候我原本也有想要不要舉手 應該可以加分 但是我腦袋講到協商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父母 就是比如說我在自己 可能 比如說我那時候是有想說可能講自己 可能在求學過程 然後可能父母就會希望我去 遵照他們的想法去做事情 然後我就要去跟他們協商嘛 這樣子 所以我那時候本來是有點想講這個 對但是因為我又不想露線 雖然班上已經有些人知道我真實身份 但是 就是我要先想一下怎麼樣讓這個協商 比較符合這個年紀一點 然後我那時候在想 然後有其他同學先舉手了 所以就其他同學講 那時候想說算了 我現在沒有那麼執著於要加分 我只是開學前幾週我都是很 熱情值很滿的時候 就是問什麼問題都要第一個舉手搶答 可是現在就覺得 沒關係讓其他人加分好了 因為有些人是有想要在身上去讀研究所的話 加分對他們來說會蠻重要的 但是其實我目前沒有打算繼續念研究所的話 我就覺得其實 把加分機會讓給別人好了 對我覺得 就是講到溝通的話 我會先想到父母 反而不會是 對不會是良性方面的 奶奶不做家事 這個我覺得沒有什麼好溝通 因為他就是那樣子 跟粉絲在我更不可能 我更不可能提到啊 就我還是把 雖然班上有一些人知道我是做什麼的 但是 我還是想要 不知道 就是跟大家是 一樣的 謝謝小寡面線的 南瓜燈 分數的奴隸 最喜歡加分了 我今天早上翹了課 翹課在家讀書 因為真的讀不完 但有點覺得良心不安 就是 可是 為什麼要問號 對因為我覺得下午這一科的考試 就是 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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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花時間 對 然後因為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前面 不太知道這個老師的考試方式 所以 也不知道 不知道從何準備 因為這門課是沒有教科書的 所以 平常也不太知道怎麼準備 然後是 考前一週老師講 可能會考什麼的時候 才覺得 哇只有一個禮拜 然後 因為家裡都在握手會嘛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準備 所以今天才 不得不 翹課 在家念書 這樣子 我沒事是不會隨便 翹課的 就是 除非是 工作真的沒辦法 就 得請假 但今天是真的為了讀書 然後沒有去上 早上課 對 就覺得 罪惡感 很大 可是我覺得沒辦法 因為 就是 必須要有所取捨 遇過老師鼓勵學生 跳課通識課 這是什麼奇怪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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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要跟上就好 進度 但說真的 早上的課 也沒有什麼 就是 算是偏輕鬆的課 所以 而且老師 因為 早上的兩堂課 其中都是做報告 就是相對 算是輕鬆了嗎 算是吧 然後老師就是說 因為 因為 畢竟早上的課是 通識課 然後就說 不想給同學太大負擔 然後就說 因為下週是期中考週 然後就說 其中考週就不用 來上課 就是 讓我們在家做報告就好 但我想說 可是重點是 說真的 其實 我們所有考試的課目 都集中在星期一跟二 所以星期三的課 就算老師說 下禮拜不用來 可是我覺得 比較需要的是 這禮拜不來 因為 因為今天下午的課 是提前一週考試 可是基本上 三四五都沒有什麼考試了 所有的考試都集中在一跟二 對就雖然老師有點體貼 但是 其實應該是今天 我就不用翹課 就是 應該是今天 今天不上課 然後下週來 對 有老師說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去做 是有什麼事情比上課重要啊 今天的下午的是怎麼考 就是 我覺得有點 滿 老師原本是說是考 升論題 但是我自己寫下來 我覺得根本不是升論題啊 就只是單純的問答題 因為 如果是升論題的話 我剛剛是不是升論題 升論題的話 應該要 應該要能夠發表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觀點吧 可是完全沒有欸 今天下午 考試的東西 完全 我覺得根本 老師說是考 升論題 可是 我根本就沒有發表到 我自己的觀點啊 就是 我完全只是在闡述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這樣而已 我根本沒有發表到 我自己的觀點 跟我 跟我想像的升論題 怎麼不太一樣 就是沒有選擇題 就是全英文的問答題 報告 今天不是報告 今天就是考升論題 全英文的升論題 但是 我就覺得 老師講的 跟他考的不一樣 因為他完全 我覺得根本沒有升論 我完全沒有發表到 自己的意見 根本不是升論題 今天對 今天是考 區域經貿 然後 然後 就只是問我一些 問我一些 一些專有名詞的解釋吧 然後跟一些未來的發展 可能面臨的挑戰 但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東西就是很general的啊 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國家的 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 它現在是從這個 比如說越南 它原本是低所的國家 然後 所以說 近年來 晉升成中所的國家 那 那 那它接下來要面臨的 挑戰啊 什麼 這其實不是我的意見 這是一個 大數據的 東西 就是我 我抽到 我就只是在寫一個 陳述一個 必然的事實 我根本 就沒有在 深論啊 對 就是我覺得 他說深論 但根本不是深論啊 就是 就是 我只是在纏述而已 可是 它題目又 它題目非常的小 總共就四大題 然後 給你一個 給你一個專有名詞 然後 20分 叫你解釋它 然後想說 這個20分 我不知道可以寫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亂寫了 一些賞求 我想說應該會有一些墨水分吧 但是寫完就是覺得心涼涼的 就是我覺得我寫的東西就是很表面 然後沒有寫到什麼 我沒有論到啦 就是 所以我不知道我的那個分數會怎樣 寫完就是覺得 對今天天氣涼涼 還封天 還去考試 然後 然後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坐 我們那個位置是怎麼樣呢 老師那時候是說 我們這個座號 那就稍微想要把我們區隔開來 比如說 座號是 尾數是2跟4的做第一排 然後 1跟3的做第二排 然後大概這樣把我們區分開 然後呢 我就坐在一個靠窗的位置 然後因為今天下午風雨就很大嘛 然後坐在那個窗戶外面就是 風很大 是蠻 蠻 通風的沒有錯 可是就是那個風雨 越來越大 不是 我那個考卷 我在那邊寫 然後那個風雨超大 就是 我的考卷越寫越濕 你知道嗎 就是我是用那個水性筆寫的 然後我寫一下 那個字就一直糊掉 那個雨水就一直 這樣子進來耶 就只有我的那個位置是這樣子 就是 就是那個雨也沒有到很大 就是現在 現在下午也是下之前那種 毛毛大 就是雨是細細小小 可是因為風很大 然後就剛好那個方向就吹過來 然後我考試都寫到都 濕掉 然後我本來想說怎麼辦 我要起來把那個窗戶關掉嗎 可是 可是因為 怎麼講 如果我那窗戶關起來的話 班級裡面就會有點悶 因為窗戶就乾 剛好在那邊 而且我如果起來關那個窗戶的話 就是那個窗戶不是那種小 是大的 就是 我如果要關的話 我要整個人站起來 然後這樣子關 然後會很大聲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抬頭看了好幾次窗戶 我想說 我看了三次吧 我就想說到底要不要關 可是關的話就是 會比較悶 然後 而且聲音會蠻大的 可是 我真的越寫 我這個寫 然後我的字一直 被雨水弄到 就是暈開來 我就越寫越生氣了 就很煩了 已經很煩了 然後考卷越寫越濕 我想說這怎麼教啊 然後後來真的忍不住了 然後我就站起來 把它窗戶關起來 然後超大聲 那個窗戶有點 生鏽的那種聲 然後就 就走出來 就走出來 超大聲 真的 就沒辦法 因為就剛好 老師就這樣隨便 錯開位置 然後我就剛好坐在那邊 然後誰知道寫考卷的時候 那個雨水一直噴進來 我真的是好煩躁喔 就考卷寫的時候 已經覺得就是 天啊 完全不知道是這樣子 烤欸 然後那個雨水一直進來 我考卷越寫越濕 我字都 我的字都糊掉了 可以反應換位置吧 也沒有 也沒有位置來 也沒有別的位置來 反正就是把窗戶關起來就好了 有同學被嚇到嗎 就是 沒有就結束之後 我就有跟同學抱怨說 我那個位置我寫的時候 我考卷都失掉了啦 然後 我就說我後來有關窗戶 然後同學還說 那是你關窗戶的聲音 就是有聽到很大聲 嘀嘀的那種聲音 但不知道是 沒有特別注意是我的啦 所以就還好 因為大家都專心寫考卷 但我就覺得有點 就很煩躁啊 就是 你 而且還有那個雨還沒有到 剛剛那個風雨越來越大 如果是 剛剛那個風雨沉入我考卷 應該整張 我要跟老師一樣要一張新的 考卷整張寫 怎麼都失掉了 而且 對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 就是其實 這間的考卷是問說 中所得 有哪些國家 是中所得國家 晉升成高所得 國家的 然後呢 我完全想不起來 我那時候只記得 越南是 低所得變中所得 但是 中所得變成高所得的國家 我真的就是想不起來 我沒有特別看 就是 稍微看過 但我完全想不起來 然後我考試的時候 我就隨便寫了一個 隨便 我好像隨便寫了一個 中亞的國家吧 但是好像那個完全不是答案 然後那一題占15分 所以我那15分應該就都沒了 所以我有點 對韓國好像是 韓國好像是 然後波蘭也是 然後 台灣 我不知道台灣是不是 不是耶 但是我 我印象中台灣一直都是 高所得國家 對很驚訝吧 就是 我是 我是開始讀這個 經貿的時候 才想說 喔台灣居然是 高所得國家 因為一直以台灣的平均形式 我一直以為台灣應該 反正一定不會是高低 但我以為會是中 結果原來台灣是高所得國家 對 但我大概是拉低那個平均值的人 對 但我大概是拉低那個平均值的人 阿我們一直都是高所得國家 就題目問的是 哪個國家原本是中所得 變成高所得的 對 但我想說台灣好像本來就是高所得的 但其實 其實寫起來我覺得都差不多 就是 因為面臨的問題 最後一定會講到的 就是永續環保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我其實 我覺得我寫 好像寫了什麼 但好像又沒什麼 就不論哪一題 最後一定都會寫到 環境永續的 的議題 所以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會拿多少分 但是 中所的那一題是確定拿不到分了 沒有鬼轉阿 本來 本來 高所得 應該說 所有的 已開發國家 最後要面對的 一定都是環保這一塊的議題 這是課本 不是課本 講義上就有 就有講 上課也有講到的內容 這沒有鬼轉阿 本來環保的議題就是 就是 全世界都要 注重的一個議題 而且是越 越 越 經濟越發達國家 越有餘力去做 環保這一塊 如果你是正在發展這種國家 你發展都來不及 你哪有時間管什麼環境永續的問題 反正這寫完我還是覺得很灰心 就是 噢 靜靈碳排放 這個我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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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 Zero 欸不是 欸我不知道我寫了什麼 考試的時候 我有寫靜靈碳排放 但我現在 有點忘記我是寫什麼 我 Net Zero Emissions 我考試的時候有寫 我考試有寫這個 我這個 我記憶力到底有多 多短暫 我考完試就忘了 答案 答案 我全部都是寫英文 答案 我全部都是寫英文 答案 很多國家還是有在 有在 執行環保這一塊 就是 像那個 有 禁靈碳排啊 然後還有 推動一些政策 像之後也有說 也要開始收碳稅了 垃圾分類 那個有點太小了 我寫的就是比較大的 就感覺寫了寫了什麼 但好像又沒什麼 如果改逆風寫分數很好 但我覺得那個沒有 沒有什麼好逆風啊 因為就是 怎麼講 就是 老實說是深論體 但根本就沒有論到啊 就是 You know 就是 只是在 解釋這個東西而已 飛機搭乘超過幾次會多收水 好像之前也有看到 對也是有 忘記不知道在哪裡看到 搭飛機也要收這個 水 蜜風寫不是幾好就是幾差 我只求我 我只求我可以及格就好了 而且老師他怎麼講呢 因為我們這門課總共聽了兩次的演講 然後他就還有把演講者的PPT 傳給我們 然後就說可能會考 然後你知道嗎 其中有一個演講 有一個演講在講 比利時跟台灣的管理區 然後那個PPT大概28頁左右 然後最後只出了一題5分 然後另外一個演講呢 好像是在講 我現在腦袋不清楚了 我已經丟掉他了 另外一個演講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就是我那時候聽了很想睡覺的那個演講 然後那個講義呢 30幾頁 然後最後呢 考了幾題 一題都沒考 就是 不是一般其他的老師考試前 不是都會畫重點嗎 然後這個老師畫的重點 就是要嘛就沒考 要嘛就只出5分 我真的很生氣耶 就是 對啊 就花那麼多時間讀 然後 結果根本就沒出 然後考試前還說 這個演講會考喔 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出那個 出的都沒有 就是沒有特別講到的 然後他還出了一個什麼 嗯 就是 各州的 GDP的排行 可是重點是 他有給我一個表格 可是重點是 我就是地理不好 我地理不好 我根本不知道什麼葡萄牙 西班牙在哪一州 然後他要我排那個排名 然後我才說 你要叫我讀地理 你要早講 我真的是 而且他排名 那個總共出了4題 然後一題5分 我的地理 等一下 大家應該知道 我的台灣地理 就是只有台北 台中 呃 屏東 大概就這樣子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全球 世界地圖的話 我知道 呃 中國在亞洲 嘛 然後 美國 美國是美洲 澳洲是澳洲 然後 然後 應該亞洲的話 我知道嘛 中 中 日韓 然後東南 東南亞就是那些嘛 就是什麼 泰國嘛 泰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是亞洲 然後可是在比較遠的一些地方 比較遠的地方 我真的就不知道 什麼說 委內瑞 對阿 黑手 就連 什麼葡萄牙 西班牙 這種大的國家 我都不知道在哪裡 然後 你給我一張表 叫我寫說 哪一州的那個 GDP 總所 的是最高 我幹嘛都不知道 要加總哪些國家 你知道嗎 然後叫我排名 還出4題 1題5分 那在哪裡 南美洲 等一下 我覺得 我今年生日 我不是我收到 一個台灣地圖嗎 我覺得我明年生日 我會收到世界地圖 可是我覺得明年收到 好像有點來不及了 我覺得 我現在開始 我知道我會好好 研讀世界地圖 我真的考完我 心灰意冷 大家 我看一下大家教我一下 他要讀地理不早講 我哪知道 尾內瑞拉在中美洲 所以尾內瑞拉是美洲 然後呢 南極沒有經濟可言 南極沒有在範圍內 加拿大也是北美洲 澳洲是大洋洲 哎呀 哎呀 完了 完了 對要提升國際觀第一步 我決定從世界地圖開始 可是 先等我考完下禮拜期中考 我再開始 我再開始研讀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我敗在地裡 我真的要哭了 我不知道 德國法國英國都是歐洲 以為大的國家基本會知道在哪裡 我不會知道嗎 我這地裡很爛美 我要收到地球儀 對耶 對耶 我會不會收到地球儀 我覺得我蠻需要地球儀的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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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反正都考完了 反正都考完了 涼掉了 剛剛那 中所的那15分已經沒了嘛 然後這邊有20分 我還剩幾分可以扣啊 65了 我現在剩65了 我不知道那個老師會怎麼給我算分啊 但是我如果排名有蒙中一個應該也有一分吧 反正我每一個都把Africa排在最後 所以如果我有蒙中的話應該對一個排名有一分吧 我不知道 我不激動 所有都不激動 老師說在考地裡也不講 誰知道啊 其中考占學期成績30%耶 通常都是平時成績占30% 然後其中30% 期末是40% 通常都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文族地理會差 為什麼文族地理會好 我這地理很爛啊 老師覺得是嘗試就沒說了 我地理真的很爛 我地理真的很爛 我沒有嘗試 對我就是一個沒有嘗試的人 好了不要想了 不要想了都考完了 面對他 原來 文族很多是數學不好 所以選我 我數學不好啊 地理也不好 歷史也不好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活到今天了 九和末總會來考我地理 我現在開始認真讀 我現在開始認真讀 我明年就變成一個地理小達了 好不好 我之後開始每次直播都在跟人聊這個世界經貿 哪一周又發生了什麼大事 我是要讀我不是不行的人 我這樣子就沒讀而已 我這個人要讀是可以的 我是強迫你們跟我一起接收知識 沒有對你們來說不是知識 這是常識 只是我自己不會而已 先背熟台灣的縣市 可是台灣縣市 在現在的所學裡面不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放眼全球 放眼全球 所以 感覺先把 先把世界地圖背起來比較重要 謝謝永哥的會員票 歐洲有大事已經快三年了 什麼大事 快要十二點了 對啊 我剛剛直播斷掉 我都不知道我播多久了啦 俄烏戰爭 我知道啊 那個考試 有說會考 可是最後沒考 歐烏戰爭 我知道啊 是俄羅斯 我們是講烏俄戰爭 我們是講烏俄戰爭 是俄羅斯先去打烏克蘭的啊 所以 所以 歐盟才對俄羅斯採取經濟制裁 可是 採取經濟制裁之後 俄羅斯的經濟 不但沒有倒退 甚至還 成長了 所以最近才在說 是不是經濟制裁對俄羅斯沒有 沒有用呢 就是 雖然說可能有多少影響 那一點 可是俄羅斯整體的經濟 其實是沒有 跟之前落差太大的 對 而且反而是有往好的方向去了 以色列 以色列在跟巴勒斯坦打戰啊 以巴戰爭啊 也是巴勒斯坦一直去亂打以色列啊 這個怎麼可能不知道 這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們突然說歐洲發生大事 我哪知道是什麼 這個當然知道啊 但我也覺得好神奇喔 為什麼經濟制裁對俄羅斯沒有用 對 對 你們以為我不知道 我本來就知道好不好 家裡有礦 我知道 我知道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 因為俄羅斯他們有 有採取一個政策 就是說 你如果要買我們的石油的話 那你一定要用我們的貨幣跟我們購買 對 所以 所以 他這一招是有讓他們 他們自己的經濟還是可以維持在一個地方 不然大家都用美元去購買就好了 但是 這個考試都沒有考 考試都沒考 老師說要要了解這個 結果考試都沒考 然後考我沒讀的 然後考我沒讀的 Mina是不是在掉包嗎 我本來就有在讀書 老師有教的我就會啊 老師沒教的我就不會啊 可是老師說他考的結果都沒考 我真的不知道 他可以考我 他可以考我 不二戰爭啊 他考的可以考我一八戰爭 都沒有考啊 覺得這太平常了 我還準備很多耶 老師騙人 對啊他都說 考試範圍結果就沒有考 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俄羅斯開很多道版點 這我倒是不知道 俄羅斯有很多道版店 但是因為就是現在也才剛學這些 所以我覺得我也沒有到很 了解的很全面 所以我就是為了考試 考試前老師幫我們整理重點 對雖然他整理的都沒有考 反正他就是有給我們一個方向 就說我們 每次可以多看看 BBC News啊 或者是 經濟日報這些的 所以我就去下載了 BBC還有經濟日報 然後他 就是每天都會一直推播 而且推播超級多新聞 我手機每次一直震都想說 訊息嗎 喔沒有 原來是經濟日報 這樣子 我本來是我很不喜歡手機開通知的人 但是因為我如果不開通知的話 我就不會想要主動知道這些訊息 就是雖然說我不見得每一個 我都有點進去看他的內容是什麼 可是至少 就是我有開那個通知嘛 所以至少他跳出這個大標題 我大概就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不用每個都點進去 我就是看一下大標 我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我真的不喜歡手機那麼多通知 可是因為 我現在必須要讓自己強迫知道 所以我就是 都沒有關通知 就是 至少 每天都會 強迫自己吸收一些國際上 發生的什麼事情 這樣子 對 等於是要強迫自己接收 而且我覺得 對經濟日報每天都有太多東西 我根本就看不完 而且真的要了解 每一個國家發生什麼事情 我覺得 真的是 範圍真的是太大了 商業週刊 喔 天下雜誌我也有看 可是我都是 就是 課場上講到什麼 然後我再去查 說 對 有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子 可以把不必要的類別關掉 喔 有這個功能嗎 大家來研究一下 下次不要相信老師 下次老師說 什麼要考就是不看 是不是 然後他下次就考 真的是摸不透 喔 我知道BBC有中文版的可以看 但是我想說順便練英文聽力 所以我 我比較想看英文版 把過去四年都看完 但中文版我也有看一下 可能就是我覺得挑一些 我覺得比較新的吧 就是可能還沒有 因為中文版的其實有時候 講的東西不太一樣 所以我覺得可以都看看 有財經興趣的人會比較容易吸收 我對財經沒有興趣啊 我對錢有興趣而已 其實我對我對財經沒有興趣 可是我還是得強迫自己看這些東西 因為我不想當學渣 我想要 因為這次我起中考 我等於就是有點被震撼教育了 我希望之後可以成為那種 考試前都老神在在 因為我平常本來就很關心 關心 國際情勢 所以老師不管出什麼範圍 我都不怕這樣子 我想要成為這樣的人 可是我 因為我才剛開始接觸 所以我沒有 我現在就考試前 我就很焦慮 啊啊 我有手機 快沒電了 NO NO 救命大家 哇 是不是卡了 卡了 卡了嗎 因為我手機 有卡嗎 因為我手機他剛跳出不到20% 然後 我不小心按了省電模式 通常都會我直接按關閉 可是我剛不小心按省電模式 省電模式會不會卡 喔不會嗎 我以為省電模式會卡 好 那我剛剛講了一下我才發現 我才發現 米粉們的那個 財經姿勢 蠻深厚的嗎 大家都這麼關心國際情勢 還是說這個也是常識啊 但是因為我之前真的是完全沒有在了解 也是有人沒有在follow 哪有剛剛昆昆說他也沒有在看啊 因為昆昆都只看偶像對不對 對嘛 有些人只有在看偶像啊 不是每個人都有follow這些國際新聞 我也是現在為了應付考試才看的 買股票後就會關心了 然後最近股市都是綠的 我不敢打開了 都賠錢 當然好像有說 應該是 明年 明年會有 投資學的課可以上 應該就會講一下股票的東西 雖然投資學感覺也很難 萬善節快樂 Mina也進入股市 哇 你脫離我太久了吧 我已經玩股票 很久了耶 一兩年了吧 沒有兩年 一年多了吧 但是我沒有 我沒有玩 我沒有玩美股 那上面一堆老師開曲 不敢亂加那些曲 國際觀本來就很籠統 但我現在連很籠統的國際觀都 都 應該是我現在才 才剛要結束 所以我只要有很籠統的國際觀就好了 我之前是沒有 我之前只有在我的倉鼠小小國 景底之鼠 我之前就只有景底之鼠 就只有看到這個倉鼠國 好美好這樣子 然後外面都已經在打仗打幾年了 我還不知道 我還每天在那邊 但這樣不行 我現在要改變 就雖然我現在讀書覺得很辛苦 然後我常常也很懷念 就是在澳門讀日文系的時候 那時候 成績超好的 那時候都領學校獎學金 GPA是 前幾名的 領學校獎學金 可是因為那時候讀的是 我擅長的日文嘛 然後現在的話就是 我等於是自己挑戰自己 然後選了一個 全新的領域 然後就覺得讀得好辛苦 然後又很擔心自己在班上是那個學渣 因為我真是沒殺國際觀的人 然後就覺得 讀得蠻吃力的 對 但是 也許這只是一個過渡期吧 希望我之後會 之後會 習慣他 股票 股票沒有賣掉啊 沒有賣就沒虧啊 我現在還是沒有虧啊 他會漲回來的吧 的吧 艾之葳 艾之葳不好啊 我當初為什麼要買艾之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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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初都可以跟MINA聊股票 我們握手會一年才一兩次吧 之後應該會兩次吧 因為快久丹了 但是 那麼久一次 不可能跟我聊股票吧 大家一年沒見 然後第一次見面 最近股票怎麼樣 這樣嗎 你們要聊我也不是不能聊 大家我可以聊的那個範圍很廣 好不好 都可以 我剛才差點要關台了 因為我看到都沒有留言 我想說我一定又進入平行時空了 你們剛剛去哪裡了 你們剛剛去哪裡了 你們剛剛又看到我的封面圖而已嗎 不是今天怎麼一直這樣 我不知道是我手機問題還是什麼 我是不是真的要換i16了 所以剛剛只有我的封面圖 我手機現在17拍 我手機現在17拍 是不是真的該換手機了 我怎麼會這樣 好啦那我來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 趕快念不然等一下它又跳掉了 我現在是i11 本來還想說可以再撐一陣子 可是 怎麼今天一直這樣子啊 我一直在自言自語 欸我這樣 周榜 看周榜 今天第13名是賤漢 12名是不想上班 謝謝不想上班 11名是阿秋 謝謝阿秋 第10名是博春 謝謝博春 第9名是華為 謝謝華為 第8名是漢漢 謝謝漢漢 第7名是土司吉 謝謝土司吉 第6名是917 謝謝917 第5名是小拐麵線 謝謝小拐麵線 謝謝小拐麵線 第4名是小千 謝謝小千 謝謝小千 第3名是NN 謝謝NN 第2名是德瑞克 謝謝德瑞克 第1名是DeviK 謝謝DeviK 好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祝大家萬聖節快樂 台風假快樂 好 來大家晚安囉 萬聖節要吃火雞 那是感恩節吧 大家晚安 掰掰 下一次直播 禮拜五 晚上 9點 禮拜五是9點喔 希望我不會睡過頭 掰掰 晚安 說先說好9點 如果9點沒播就是睡著了 晚安 不可能每次直播都睡過頭一個小時吧 9點啦 9點 好 怎麼辦 我現在就變成那個 放羊的小孩 還有9點了 9點 我會清醒的啦 大家 晚安囉 掰掰